《乒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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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击伏不成返造业 或者你这样修 然后就是不如法的修 就是 你看我们就是 虽修调伏 贪嗔未劝除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贪嗔 是慢疑等等 尤其是贪心还有诚心 诚慧心没有降低 虽然已经修调伏了 调伏是什么 西征怀珠的诸法 修马哈嘎拉 修菩巴金刚 修愤怒尊 你虽修调伏贪嗔未遣除 我已经修这种调伏法 那是调伏谁 那是调伏自己的贪嗔之心 不是修这个调伏法 就想说 我有什么样的怨家 比如说你老板 对你很严苛 你每天就修调伏 马可拉奉陪 我同就供养你 杀了他 让他怎么样 让他跛脚 给我加薪等等 虽修调伏贪心和称心 就越来越强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在以前 西藏一个寺庙 有一个长相不好看的喇嘛 他既然长得丑 就是素氏的因果 你没有慈容供养 你今生好好慈容供养 就算你相貌不端严 人家都敬爱你 对不对 所以你就赶快补才对 可是他就是常常被其他喇嘛看不起 怀恨在心 在僧团里面 他就是排挤他 他就很生气 在僧团里面 有的时候很难沟通的 你跟他讲 他也就是不想 不想对你改变观感的 所以有的喇嘛 他们沟通不了 老死不相往来 出家人也会这样 那就是 就恨在心里 那寺庙晚刻 都要做 玛格拉的仪轨 对不对 为自己 为僧团 为这个居士大的功德主 来出帐 回向 对不对 他每次在修 玛格拉的仪轨 他就动这个恶念的力量 要来报复 好 你们这些人 怎样 我就 大家都修玛格拉 可是我特别用功 念得特别多观想 特别清楚 就是要给你们好看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他的基础没有打好 修法竟然就是 用错心了 结果 这个其他的 后来结果怎么样 这故事并没有交代 但是他往生了以后 当生寿命结束了 投胎到西康 有个叫兴隆 这个地方 取名叫做梁格 梁格拉玛 这个梁格拉玛 他小时候 他就带 他母亲就曾带他去见一位大成就者 希望这大成就者加持他 开示等等的 所以在很多 很多我们在座是 佛父母 你是当父母亲的 长辈的 兄长的 你也要常常带这些年轻的后辈 前进三知识 去朝圣 相当于就是 去见这个大成就者 当他面对成就者的时候 身体的正面显现 马格拉 成就者他会看你 你比如说有一位 有一位专修 格鲁派专修大卫德金刚的老喇嘛 格鲁派的老喇嘛戒律很好的 一生专修大卫德金刚 所以当他去其他的寺庙 或者其他的喇嘛那边 有的禅定功夫相当好 都会隐约见到他有牛角了 修到本尊相应 所以你修大卫德金刚的人 你这个 你一阵的内在就显现大卫德金刚 就金刚瑜伽摩 你就显现金刚瑜伽摩 就是本尊相应 所以他是一辈子 专修马格拉 他前世 所以他妈妈带他去 见这个成就者 这个成就者看到他 马格拉 他前面是马格拉 但是他只要一转身 后面是空的 五脏六腑就露出来 成就者你看就吓一跳 前面是马格拉 后面是空的 都看到内脏 就是修着走火入魔了 空有一个马格拉的形象 因为你一直观想 可是就没有那样的一个功德内涵 所以他过去用很多的称恨心来修法 没有因为修这个法调伏自己的称恨 反而走火入魔 变成魔王 魔王有大魔王 小魔王 魔王波寻 他画自在天的天魔 对不对 他变成其中一个 有一个魔王 他长大以后就会兴风作浪 有法力 做很多灾难 给很多的老百姓 甚至很多成就者都没有办法挑副他 为什么 修马格拉的那个加持力的原因 力量很大 那成就者 有的时候修那个 就是很慈悲 也不会跟他拼 对不对 就想要去挑副他 都被他打退 挑副不了他 大家就很恐惧 后来他们想到怎么样 这寺庙之间就联合起来 想一个办法 想什么呢 把他做画像 把这个量给 这个魔王 画像 就把他画成摊卡 挂在寺庙 大家拼命地给他顶礼 拜他 因为他不是一个大成就者 不是一个真正有德 你这样一直败一直败 怎么样 他的福会一下消光 用这样来削减他的力量 所以 就是 到最后 大家难逃 被杀的这个命运 所以就是 如果没有调伏你自心的烦恼 无名 叹真识的习气 就是以偏执的心 修这个教法 妄想得到解脱成就 你只会加速自己 堕入三恶道 命令人